从没见过如此离谱的做死方式 两个网红为了热搜 竟然忽悠朋友 配合拍摄做死视频 只见他们将塑料袋套在头上 再往嘴里插上一根大吸管 然后直接把朋友的头按进了 灌满了水泥的微波炉 结果可想而知 他们拨打了呼救电话 水泥随着水气蒸发慢慢凝固 男人的头就被卡在了里面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 立马开始拆除微波炉的外壳 医生检查了男人的心跳和脉搏 他的血压和呼吸 都已经逐渐发生异常 情况十分危急 他随时可能被自己的口水枪死 话还没说完 男人开始剧烈挣扎 结果一个不小心 就摔进了一旁的影 两名消防员立马将他救了上来 尽管拯救十分及时 可经过刚刚这个意外 男人上岸时 已经没有了呼吸 眼看他的脉搏越来越弱 消防员开始一边进行心肺复苏 一边加速拆卸微波炉 原本半小时的救援时间 现在已经缩短至30秒 为了抢在死神前面 他们抡起大铁锤直接开砸 这几下硬核操作后 男人的头总算是解救了出来 接着随行的医生 展示了一套紧急治疗手法 男人终于恢复了呼吸 慢慢苏醒了过来 就在大火紧锣密鼓救人时 两个网红竟然还在一边忙着拍视频 这艘操作激怒了消防员 直接抢过摄像机 然后一脚踩碎丢进了泳池 这做死的一天总算是结束了 可没想到就在几天后 消防员又接到了 两个网红的报警电话 不出意外的 他们这次还是那么的作死 为了拍摄爆款视频 让朋友坐在旋转转盘上 接着用摩托车给转盘加速 可没成想 随着速度越来越快 摩托车发生故障 直接冒烟起火 卡在转盘上下不来了 等消防员赶到现场 摩托车已经燃起熊熊大火 而男人还在转盘上高速旋转 等他们停下转盘后 直接惊呆了 男人的眼珠因为压力加离心力 已经飞了出来 他全身的血液也都集中到头部 假如不及时释放压力 很有可能会造成中风瘫痪 随后医生小心谨慎地 将男人的眼珠按回了眼眶 男人也逐渐苏醒了过来 消防员一转身 又看到了那两个网红 拿着摄像机搞直播 于是几个人走过去 准备以扰乱公共治安的罪名逮捕他们 可他们竟然还在嘴硬 声称警方没有证据 可警察一点不慌 直接指出 你们直播间里不都是证据吗 你们已经在全网认罪了 最后消防员将两人 自私的嘴脸拍了下来 倒霉但朋友看到视频后 终于是认清了他们 小编想说 交友需谨慎了 别一不小心 水泥埋头外加眼珠飞出 这是一群狂热的动物保护者 今天他们要保护的目标 就是养殖场的小鸡 他们用车锁把自己锁在 屠宰鸡肉的轨道上 打算用这种方式 抗议人们宰杀和食用鸡肉 养殖场老板闻讯而来 大声呵斥这是非法闯入 可这帮保护者反而越来越起劲 声称自己会保卫鸡的权利 今天不会有一只鸡 躺着走出屠宰场 与此同时 其他人也开始破坏各类设备 老板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们 设备便因为短路 开始通电自己开始运作起来 此时几个被挂在轨道上的 动物保护者 正慢慢被送进底部的屠宰机器 他们开始害怕了 想要摘下厕所 可在之前为了表决心 他们买锁时早就丢掉了钥匙 情况不妙 老板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 其他人已经挣脱了 只有最激动的男孩 还正被死死卡住 消防员拿出大力钱 剪断车锁后救出了他 这时 老板也走了过去 关掉了设备电源 就在此时 刚被救下的熊孩子 突然剧烈咳嗽了起来 原来他是把钥匙藏到了嘴里 刚刚一着急 不小心就吞了下去 消防员马上将他放平 然后拿出长钳子扩张呼吸通道 终于是把钥匙取了出来 保住了熊孩子的小命一条 本以为动物保护者事件 已经够离谱了 可无独悠偶接踵而来的报警电话 再次让他们大跌眼镜 这两个巨木工人工作时 遭到了一名植物保护者的阻拦 他认为工人们修剪树木 不是在美化城市 而是在屠杀植物 原本工人们准备无视他继续工作 但让人无语的是 老太太竟然钻进了他们的车子 加速开上了街道 并且十分癫狂地朝他们叫嚣 眼看老太越开越快 还在车顶的工人拨打了报警电话 就在他报出自己的位置时 一条高压线出现在他眼前 见状 工人直接跳下了车 老太就没有那么心意 开车闯过后 老太被电的大喊大叫 消防员赶到后 立马疏散了周围的群众 并联系了电力公司 切断这边的电源 好在是虚惊一场 车里的老太看上去 依旧是神采异 这个快递机器人正预谋杀人 只见他架起一个小柜子 小心打量四周后 静一下撞向了面前的货架 接着一排排货柜轰然倒塌 而这个男人被压倒在最底下 消防员赶到现场 同时说明了一下案发的情况 他们都认为这是机器人 蓄意报复快递分检员 就在今天上午 公司主管嫌他们效率过低 于是就把厕所锁了起来 只有当他们的速度 超过快递机器人时 他们才能去上厕所 但干活固然重要 可真有情况了 谁能憋得住 男人工作时被憋得不行了 他本想趁主管不注意 悄悄溜进厕所 解决一下生理问题 奈何主管就守在门口 根本就无法进入 看着努力工作的机器人 男人满肚子的火气 一气之下就尿在了他的身上 可令他想不到的是 报应进来得如此之快 男人现在正被死死压在火架之下 他呼吸急促血压不断下降 虽然看不清下半身的状况 但很有可能是已经划开了大动脉 几个消防员同时行动 将男人拖了水 医生立刻按压伤口止血 迅速绑好了动脉止血带 但即便动作如此之快 男人还是晕了过去 医生立马给他进行心肺复苏 男人也苏醒了过来 随后男人被送往了医院 打算进行下一步治疗 与此同时 一辆轿车直接撞进了医院 消防员也在同时接到了求救电话 女人说自己的丈夫失去意识 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可谁能想到他竟然是这么来的 原来男人在驾驶的途中 突发心脏病 在失去意识的最后关头 车上的人工智能监测到异常 启动了自动驾驶 将车子开往了医院 但不完美的是 人工智能只按着地图行动 最后一头扎进了医院大厅 消防员赶到后 将驾驶员送进了急救室 当所有杂物抬走后 他们发了一名医生正卡在桌子后面 好在医生还尚存意识 受伤应该不是很严重 随后消防员一开汽车 也将医生送进了手术室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几个小故事都来自美剧 紧急呼救 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